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方砖 文革作为中国建国以来的一个重大阶段和事件 是没有办法轻易的沉默在历史的尘埃当中的 一直以来有很多人都在强调说我们不要走文革的老路 不要回头,因为这文革这十年实在是太可怕了 但是呢,现在呢,我又闻到了文革复苏的这种味道 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请点击屏幕下方订阅 点开旁边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节目了 那为什么我说我又感觉到有这个文革的气息呢 是因为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呢,最近这两个月以来这个持续的发酵 越来的越炙热 现在很多人呢,在网络上已经开始被迫要表态 其实啊,我觉得香港这个问题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 还是那句话,立场不同 你们的对错观点也不同 你比如像某些艺人,对吧 他媳妇是美国籍,女儿是美国籍 自己却可以在国内大谈爱国 大谈护其手,对吧 这是人家的选择 你也可以说,比如说像何韵诗 何韵诗一开始就站在示威者这一方 那么他觉得他伸张了自己心中的正义 但是呢,代价就是他在大陆全面被封禁 全部的作品什么什么,全部都要下架 所以这是个人的选择 没问题 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们是第三方 我们其实是作为为观群众者 香港的问题是,实际上是香港示威者和香港政府之间的矛盾 我们这些人严格意义上来讲 不管你是中国大陆的,还是海外的华人 关注这个事情,其实我们都属于第三方 那么既然我们属于第三方 我们每个人就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或支持或反对 我觉得OK啊,没问题 但是呢,我没想到呢,这个事情开始发酵 先是呢,香港有一些明星开始站出来 说支持香港政府 支持香港警察的这个镇压 于是呢,就有很多香港的这个市民 把他们以前珍藏的这些明星的唱片 唱碟拿出来 就是在这些人集会宣布支持警察的时候 把这些照片啊,这些都撕掉 然后把瓷盘都砸碎,都撕烂 就表示说这种愤怒 然后过了没多久 最近不是说这个刘亦菲 承接了这个迪士尼的大电影 这个花木兰,任花木兰女主一角 但是呢,因为他在微博上发了这个 支持香港警察的这个说法 那么在海外的华人圈子里面 又开始全面的这个抵制刘亦菲 抵制花木兰 这也就算了,是吧 因为毕竟说你支持谁和你抵制谁 这也是个人的自由 也OK,也无所厚非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问题我发现连不说话都不行了 就在前日,香港的艺人叫王祖兰 大家可能看过跑男的都熟悉 很喜欢他,性格也很好 他被网友拎出来痛骂 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香港人 你来大陆挣了这么多的钱 你就应该支持大陆 你就应该骂香港 你就应该如何说这网上说的各种话 都很难听 这就让我闻到了文革的味道 大家知道在文革时候有一句话 特别流行,特别有名 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就是双方啊 你只要不是就是说文革这一边的人 你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风思修 你就是臭老酒 你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 我们又要什么 踏上,把你踹翻在地 踏上一万之脚 永世不得超生 这就是当时文革的一些流行词语 那这些骂人网友的这些说法呢 就特别符合这个文革时期这种思路 你说人家王祖兰来大陆内地 人家演出也好 人家挣钱也好 人是怎么来的 你觉得这些演艺公司都是搞慈善的吗 过来来个演员 来看看这个 这个长得还不错 给一千万 那个大美女来给五千万 你这个长太丑了 给二百 有这样的吗 不是 人家不管是王祖兰也好 或者香港的一些明星也好 随着香港这个影视业的这个不景气 很多香港艺人来到大陆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吧 对吧 那么人家也是说 从小场面开始 可能在一些小平台上先开始 逐渐证明自己 被市场接受以后 人家开始进入大平台 最后活起来成为明星 被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 这是人家努力得来的 说的好像是中国人 就说了好像大陆人 我们把钱省起来 然后施舍给对方 或者赠送给对方 对方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 然后就能收钱一样 不是这样的呀 明星挣的钱 人家也不容易 知道明星背后 人家要 这些名利场啊 要跑各种的关系 要赔酒 要各种各样的应酬 各种各样的运作 拍戏 包括很艰难 很辛苦的 你看王祖兰的跑男里边 老被嘲笑 老被这个什么 作为一个开心果的 这么一个形象 人家这钱挣得容易吗 关键是对于王祖兰来说 一边是香港 一边是大陆 一边是他的父老乡亲 一边是他的工作事业和饭碗 他哪边说话 他都难受 这很为难的 我们有点同理心好不好 所以人家选择不说话 现在他们不说话也不行了 不说话 你要把人拎出来 你知道吗 这就跟文革的时候 那些学生们 跑到这个教授 你们说 说这不让讲 那不让讲 你们说这是什么走资派 那个是什么修正主义 你们都有打倒 OK 老教授们都不说话了 都躲在家里边了 然后你们这些红卫兵 就冲到人家里边 把人老教授揪出来 往人脑子上倒屎 倒尿 然后拿鞭子抽 开批都会 打人家 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性质是一样的 这种野蛮的思维 这种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这种 网络暴力的思维 正在中国的这个内地蔓延 正在某些网民当中蔓延 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我们 大家警醒和遏制的 大家都知道文革造成了 多么大的伤害 这种浩劫 一旦是说起来 他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变成跟这种白痴网民一样的这种状态 这个文革才会爆发 不是的 只要这些人凝聚起来 成为一股神 这个风暴就随时可能爆发 文革 我跟大家讲 文革这种运动 最核心 也是最可怕的竞争力是什么 他把很多复杂的 多元化的 需要你用多方面角度去思考的这种东西 简单的融入进一些就是说对或错这样一些简单的逻辑里面 让一些复杂的问题看起来简单化 也就是说他的能力是让人们不再采用客观的中立的多角度的这种视角来思考问题 而是采用简单的单一的非黑即白的这样的模式去思考问题 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以后方便指挥也方便去带领 哪怕这个观点站在多方的这个全面角度去分析 发现是不堪一击的 但是只要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个简单的对或错的概念 那么只要他们认为这个是对的 那么这个指令也好 这个东西就可以贯彻下去 就是说哪怕是错的 依然会有很多拥护者和支持者 所以到时候人权也不重要 这种客观中立分析都不重要 只要指挥者的旗子指向哪里 那么人民群众就会冲向哪里 砸烂 踹翻 一切挡在他们面前的东西 所以这才是当时这个历史上十年浩劫 这种恐怖的这种文化大革命运动 所真正的威力和真正的破坏所在 所以我真的跟大家是呼吁 就这种思维我们所有人都要警惕 我们也所有人真正需要抵制这种思维 不要是说因为是他好像说的内容 他得出来的观点跟我们的一致 我们就认为他是好的 程序正义或者说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很重要 因为他如果运用错误的思维方式 他今天能够得出跟你一样的结论 那明天这个错误的结论 错误的思维方式 就会得出跟你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并且对方还以为是对的 那么到时候你要么就是依附于他 承认他是对的 要么就是被他打倒踩在身下 然后踏上一万只脚 永世不得翻身 当年文革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个父子成仇 夫妻之间成仇 互相检举揭发 忙着跟对方划清界限 这种人伦惨剧是怎么导致的 就是由于这种思维 这种模式所导致的 而且不仅仅是中国 我跟大家讲 国外也是一样 不管是极左还是极右 你说你比如说 说这个英国是吧 号称这个欢迎难民 欢迎这个爱和平博爱 结果怎么样 英国的很多警察 在大街上被这些移民 被这些这个人暴打 英国警察不敢反抗 他们连枪都没有 连枪都不敢拔 然后你说美国 比如纽约吧 纽约号称这个多元化的城市 是不是 可是呢 现在的纽约街头 很多有一些女警 公然被骚扰 被浑身泼了这个冷水 包括一些男的警察 也是一样 纽约警察也不敢动 为什么 因为政治正确 你反过来 看前两天 这个俄罗斯 很多人民众上街了 是吧 就俄罗斯一上街 好像俄罗斯警察 那力度大了去了 看着一个人 觉得你是这个抗议分子 过来一脚踹翻 就把脚踩了脸 给你摁在地上 绑起来 带有在说 想不去警察 没门 所以你看 这种极左和极右的 我们觉得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我说 我录节目啊 为什么我说 我喜欢站在 这个相对中间的 这个位置 很多网友呢 都骂我 说啊 你这个 方砖你不中立 你根本就不中立 你也不客观 指着鼻子老留言骂我 有的留言我就删了 有的我也懒得删 就让他放着 我觉得这些人啊 你们搞错了一个观点 我不是法官 上帝也没有赋予我审判任何人的权利 我说的中立 是站在我自己的观点 而且即便是我自己 我也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中立 人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 他总会有所偏向 但是我相对走在一个中间的位置上 就是我自己认为我相对走在一个我认为的中间上 我认为的中间对你来说可能是左边 或者也可能是右边 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心中坚持自己走在中间的位置上 那么我们就不容易被人忽悠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每个人 我们在整个社会的大潮下 我们太容易被人忽悠了 我们太容易被一些大词 一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 这些名词 我们所忽悠 我们所欺骗 最后付出了一切以后发现自己到头来自己落到手里是一场空 什么时候就比如说这个骗术 就是很多人被骗以后都回来说 那个人骗术太厉害 他把我脑膜是一抹 他给我闻了一种什么香膏 我完了以后我就上当受骗了 都是扯淡我跟你说 就是当时自己的贪欲作祟 自己当时因为你贪了 你心里面有这种驱动力了 就是你在心里边你已经不中立不客观了 对方的一些破绽 在你眼中 你反而会去为对方找一些借口 他这样做的不合理 那一定是这样的意味 就你自己给对方去圆谎 你不上当谁上当 所以有句话说的好 说无欲则刚 我希望我们观众呢 就是我们大家也好 越来越多的站在你心目中 认为是中立的角度 哪怕说你心目中的中立的角度 对于我来说 对于砖头来说 你是左边的 或者你是右边的 我觉得都OK 因为你处在一个中立的状态里面 就是你在左右两边都留有余地 所以说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我们永远走在中间那条路上 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左边也是空间 我们右边也是空间 我们左边是天空 右边也是天空 我们是海阔天空 可是如果你在你自己心目中 你就处在一个 要么就是我非常左 所有跟我不一样 你们都是敌人 其实左和右 如果你处在极端的话 其实左和右本质上来说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你们只会认为 你们自己是对的 那这种情况下 你们就是特别容易被愚弄 被糊弄的那么一批人 在大事上也好 在小事上也好 那样这样的话 你们就更容易吃亏和上当 所以说我们哪怕不能做到绝对的中立 我们也做到一个相对的中立 这样有助于我们维持自己的理智 不被这些政治的风潮来忽悠来忽悠去 只要是说我们大家都能维持这么一个状态的话 或者越来越维持这个状态的话 那么文革就不会重演 它只要不形成一个就是燎原之势 那么基本来说 它就这些小火苗 冒一冒冒一冒的 就熄灭在我们广大的理智的人民群众当中了 而一旦这种文革的这种死灰复燃 形成燎原之势的话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这真的是又一场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浩劫 在文革时期 中国死了多少人 有多少惨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真的是去查一查 非常的吓人 而且它也影响了中国的发展 好吧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